公車正要左轉速度看起來不慢 下一秒直接與直行的重機撞上 騎士當場撞飛還捲進公車底部 救護人員火速抵達現場搶救傷者 出動機具把公車車身墊高 把騎士拉了出來 車禍當下民眾聽到巨響都嚇壞了 車禍現場重機倒在路旁 可以看出撞擊力道有多大 騎士安全帽手套鞋子也散落一地 事故就發生在高雄岡山區岡山路 校前路交叉路口 要左轉的49歲公車駕駛 撞騷對象的執行22歲重機騎士 騎士連人戴車卡在公車底下 所信公車上的一名乘客沒有受傷 後之前離去 另外大型機車騎士 並頹骨骨骨折送醫治療 沒有生命危險 雙翁均無 酒駕騎士 幸好騎士意識清楚 只有右腳骨折和外傷沒有大礙 至於詳細的車禍原因 以及趙澤還有待警方進一步理清 華視新聞參謀據陳信仁 許達人林廷陽高雄報導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叢林掌握天下是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